大家快来和花猪一起看看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灵花深喝 祝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衷心感谢支持 首先是原神2月份的全球流水引发了日本玩家的热议 这里先核实一下数据 这是国产二次元首游坐的统计 2月流水在40亿左右 按照目前的汇率差不多是800亿日元 所以数据是没问题的 先是原神玩家再表示好厉害 其他厂商会不会也转型做此类游戏 同时也有很多玩家感到疑惑 原神的课经典就那么几个 不卖VIP不卖坐骑时装一年才几件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 接着一些不明生物就来了 要求美国禁止国产游戏 明明是日本人在讨论有美国什么事 从这也可以看出 原神确实让国外一些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原神加油继续多赚外汇 接着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五星排行榜 分别从强度外观手感三方面来进行评分 数据只作为参考请勿深究 然后这个榜单在日本的论坛 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比如尼禄的强度分太低了 神子的评分也过时了 现在加入总门的神子简直不要太强 然后是凌华和香菱的外观 分感觉太低了 香菱会不会是因为在我们这边太常见了 所以感觉一般 接着是对深鹤和其他角色分数的质疑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讨论一下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参量致变一记的用 这是材料转换表 新人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和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关注花猪我 保证不会错过任何原神资讯和原始活动哦 感谢您的支持